大学生了没 台湾市大学到底是什么 还记得她们吗 天啊 我的天啊 玛丽 其实真的我们节目做了七年 我们大学生班底加起来 277位将近要300位了 今天大家看到这集 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天电视的 20周年 要做一个回娘家的回顾 所以大家不要转台 不要以为这是重播 对 真的 因为她们也都老了 年纪有点大 而且我们製作人把每个人名牌 都写上了他当时的一个状态 或最有名的心机 小新就是大学跟王 而且非常的努力 他现在不得了 他那个乐器行现在几层楼 几层楼 四楼… 四楼 四楼 而且他们中秋节烤肉 是站半条马路的那种 很多员工和拉夫 对不对 那按时缴税 对喔 对 对 对 老虎不可以提老虎 再来就是我们要进入 就是Ken哥最爱的一个 系列 有吗 有这样子有吗 有你的夜叉之王Momo Momo夜叉 好久不见了 Momo听说后来感情生活非常甜蜜 真的啊 大人 happy 说单身 你们要unku属 淡婶 这个好吧 這ない厠衣 看成耶 'M严育 魔当然了 wage 大人成 的 她 Danger 你负了 他你负了 嗎 鞋啦 我负了 這不是 只有桃子姐的認證 對 最專業 所以今天特別再拿出來一次這樣 超有根的A咖 對… 真的耶 這邊第一排都A咖 是不是 還有妳的咖 蘿莉塔跟艾亞 艾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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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寫真集了 超有根 我之前一直沒有機會來宣傳 對… OK… 寫真集 謝謝… 然後大家都給我送過 我拿過… 收得很奇怪 謝謝妳的照顧 讓我幫我上了週刊好幾次 謝謝 真的 又來了 好險我跟艾亞哥跟艾亞哥道歉 他都不理我 沒有不理妳 我怎麼不理妳呢 對不起 這是故意的 艾亞哥人家都這樣了 怎麼樣… 你看 這個影片可以參加嗎 而且… 好性感 好性感耶 裡面有三首歌 三首歌 對 有夠壞啊 謝謝 桃姐 你看 這可以嗎 Only for you 我沒有這兩頁 對啊 那兩頁我沒有 沒事… 都不見 會馬上都燒掉 對… 只有你才有 另外我們這邊有一個 尷尬十足小峰 小峰 那我依然尷尬 妳看起來真的很尷尬 妳現在不做空姐了 對 剛離職 為什麼 有客人拍妳屁股嗎還是 對 很多客人拍我屁股 真的假的 真的 太順了 不是 我們應該也要買兩張機票 妳是離職啦 等他們搭 Pish航空是嗎 沒有 因為是膝蓋不好 所以就離職了 空姐其實要常這樣蹲是不是 深蹲 那要吃阿蓋啊 對… 減肥皂 另外還有我們 他的名字這實在是難的 大學姓戰士 大亨 大家好 你好 最高的一個 真的好久不見 對啊 你最近在從事 最近做滿多事情 其實我現在正職就是 朝我的夢想前進 就是當個職業的撲克玩家 不是那個 不是 還是繼續 依然還是繼續 那個完蛋了 那個願望拿成 然後我最近還有投資一個 紅酒店跟帶一個撲克遊戲 在台灣家 那是大亨耶 胸懷大智對不對 其實跟你有關的 應該是這位黑片始祖上 校園 校園 現在都雲端化了 雲端化了 對… 雲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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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比賽的 比賽 對…就是一個比賽網站 各式各樣的比賽 對啊 可以啦 說密友 對啊 為什麼不講清楚一點點 對 因為第一排還有兩位沒介紹 可是我想跳第二排的這位 為什麼有挑過我分 臭頭要介紹嗎 對啊 小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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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她真的頭變小 我們在投情侶 對 對 他們這兩個是螢幕情侶 對 對 以前 現在 最久之前跟花花 對… 花花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在銀行工作 假的 對 是哪一部分 由頭 現在看到我這身由頭就知道 是比較專業的形象 你招由頭 好 好 OK 這個另外大元歡迎你 大家好 大元 女神十幾年 好久不見 我那天有訪問到MP耶 怎麼樣 就發現MP怎麼都跟我們女大生這麼好 真的嗎 對啊 就是我們不是錄完影就進化妝室 他們都還留在原地是不是 我覺得好像 對喔 對啊 我們去換妝的時候 他們住在那邊 他們還在 對 然後就開始留臉書 留什麼都好 一下子交到好朋友 真的 大元現在在打專輯很忙 就是最近在宣傳期 然後還是很開心可以回到這裡 你幹嘛那麼多 對 太可靠了 太可靠了 這是你的聽人 今天大家看我都覺得我穿這樣很奇怪 可是這是因為這是我們的打歌服 你才推薦責任 但我們先看一下大家自己的代表 滿意嗎 滿意這個製作人給你的代表嗎 小胖 碎話達 當然 這超碎的 我印都是啊 你要面子 你要引潔你成績 滿意… 我們來看 引潔你按了沒 你按插 兵潔 他現在是Locker 省之領域 你現在怎麼走這個路線 有點好像要拍金庸小說的感覺 是啦 就是像明明在上節目 我覺得頭髮就可以不用剪了這樣子 可是你也努力的在賣香水對不對 這有點不好意思 我覺得大家都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我其實大學出來覺得自己滿厲害 可是現在出錯了這麼久之後 你要哭了嗎 哭了 我每次講話大便 趕起來的話 我是不是很像社會邊緣人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會對這個態度 不會啦 所以現在得得住還是香水 對 我現在在夜市賣香水 有 他很濃烈 我會看他的臉書 然後夏和熙就是我們的大爺 你不滿意啊 打岔 哪裡 超適合最壞了 大家覺得劍嘴班想適合他嗎 當然是哪 天… 不用搞… 沒有啦 但其實後來他畢業之後 我們才知道 他跟陳偉英的關係 對耶 我的天啊 陳偉英是你的 沒有… 是 劍 劍 我還有拿千瓶酒耶 真的假的 小胖 我有剛剛拿千瓶酒 你們應該要把關珠 放在我身上關他屁事 今天是我回來 對啊 生氣了 又生氣了 對啊 主要他是脾氣也不好 他脾氣不好 對不起… 另外像旁邊那個夏語心是給你什麼 舞蹈甜心 OK嗎 OK 是還OK 但是因為我最近有主持新的外景節目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菜鳥外景主持人之類的 對 但你們兩個為什麼都要姓夏 她學我的 妳先講什麼 講什麼 講什麼 沒有 是嗎 沒有 這都是算命老師算的是不是 對 剛好算到一樣 都姓夏 對 小光叫做老派高材生 適合… 你喜歡這個稱號 因為到現在還是一樣老 我現在都被認為是35歲的人 你現在在做什麼 是嗎 我沒有啦 我剛剛在樓梯間遇到他 我還叫他學長 真的 他在做什麼 小光 現在是做記憶體的業務 然後就一樣在中東跟香港 還有台灣這樣快樂 好優秀喔 一樣還是每天至少要把五個沒把 沒有…現在沒有 他現在都上T了 現在很乖 很乖 對 好 大概明年就結婚了 了解 你飛到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你明年也要結婚了 有對象啦 我已經交往六年了 你中間也偷吃太多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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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真的嗎 真的嗎 不要抱我了 這是節目效果… 誰要玩笑 對 小光那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跟 劈腿女王在一起 歡迎 這叫劈腿女王你也不喜歡 不是不喜歡 是覺得就是用太久了 然後大家都只記得 我會劈腿這件事情 其實我現在是居然是女王 還酷 對… 對啊 都像上主持人 是什麼 是什麼 是 沒有 是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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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生俊 這吃下去會怎麼樣 吃下去 可以劈腿 就是可以體內環保 然後就是做一個保健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謝謝好耶 出來可以順便劈一下嗎 再來… 再來… 這是這一次 好煩耶 厲害… 可以整齊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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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 好 厲害 奇怪 另外是有偶像包袱的 死要面子立文 真的 大家好 成熟了耶 對啊 成熟 以前我那時候在大學生的時候 都是短髮 現在都已經流場了 所以超久的 妳今天比較烘烈一點 立文不是早期是 畢業之後好像是做新聞工作 有先去新聞三立電視台待過一陣子 然後之後因為就有演戲的機會 所以現在都來拍戲 剛剛拍完一部 什麼的 偶像劇 校園偶像劇 沒有 偶像劇 校園是尖請 就校園的啦 就是偶像劇這樣子 剛拍完一天去的 恭喜 來 就校園的 看起來不太像他本人 身外拍的 就是這裡面是演那種很… 在裡面是演的 就這種強勢的女生 好 日服美少女 另外是我們的睡話達人小潘 大家好 好 爸爸OK吧 睡話達人 睡話達人OK 我一直都是會出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而且我現在 那所有感覺都回來 他以前就坐那個位置 然後會這樣聳肩這樣 對 就是這樣 然後乾了高地就會 就會補一些話 會這樣 對 會一直唸… 然後明明都跳下兩個 他還在念 他在念 聽就在自己的世界 簡介也很頭痛 對不起… 是 還有搖滾小帥哥桃莉亞 好帥喔 好帥喔 對啊 好帥喔 現在還在搖滾嗎 現在還在教吉他 對 還是在教 真的嗎 對… 但是還在口齊 講話還是一樣 沒有好不好 那要到小鑫這邊來 結合一下 也可以喔 小鑫在七頁了對不對 快要上市了 對… 等一下 對 一起合作一下 一起… 好 睡話打人小胖又再開始 真的 還我們都聽不到桃莉亞在講 對啊 好 肚皮舞女王依仁耶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集就來了 我第一集的時候就在了 第一集就來了 對 所以在場應該是我最老 沒有 蘿莉桃 蘿莉桃也第一集 不一定… 而且我這個也用了七年 用太久了吧 我現在是牙齒美白中心的首席營運官 我有帶禮物要來 你有帶禮物要來 妳有帶禮物來 不好意思 牙齒美白 牙齒美白中心 妳看制服像這樣 這是老闆 對 所有我要穿怎樣都沒有關係 老闆就穿這樣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們店的那個 揭開紗的竿子 對 然後裡面有我們的 謝謝 謝謝 招待券 然後在場的座位上都有 對 然後這是引進日本新的技術 台灣目前都沒有 是全台第一家 對…這是日式的冷光美白 冷光美白 好棒 謝謝 謝謝藝人 好 介紹完了 好 介紹完了嗎 介紹完了 不用介紹 還有嗎 沒有 要介紹零錢 那個 那位 他原來都做會完全變了耶 他做同一個位置可以拍攝 對 摩還是喜歡坐那邊 你真的是摩耶 你是公幹標靶 對…那時候 公幹標靶 對 就像現在的海產一樣的角色 對… 但他又比海產多才多一點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算是一代不如一代嗎 應該是這麼說 他在摩為什麼練肌肉了 穿背心 沒有… 他出櫃 出櫃了… 出櫃了 出櫃了 沒有啦 第一代大學生們的回憶 最近人想到就難過 就我記得幾件事情 其中一個是被化成赤兔嗎 就你們一直叫我赤兔嗎 現在沒有人叫我像馬的 其實也還滿懷疑 現在這個有這種蜜桃色 粉紅色的感覺有點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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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馬 有 那時候運來的時候 可以各自笑我 好像亞英姨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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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我 那我要問你音音 你真的有弄嗎 我真的有弄嗎 因為現在還是明顯 有嗎 大學生了沒 不過其實今天既然齊聚一堂 第一件當然要問大家 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刻 還有你最懷念的事情 沒有 喜怒哀樂都可以 大家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光這一題我們就 講完這一整集就做完了 太多一集了 好 小胖 什麼叫Ken哥的小時光 就是我最懷念的是男人的話題 就是我們男生都會聚在一起 然後例如說 之前不是錄新政媒 然後我們都 就Ken哥一下都問他 Ken哥那個怎麼樣 OK啦 我覺得OK啦 我覺得他應該OK啦 可是Ken哥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會說你們覺得剛剛那個媒怎麼樣 還不錯吧 跳得還滿好 原來你們私一下都在聊是不是 沒有 偶爾 是… 但你都沒有跟大亨聊嗎 那邊是比較 有 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Ken哥 真正會聊的那個媒 都不是他真的要拔的 他真的要拔的媒 我們都不會知道 漂亮 對 厲害 我還講就對了 Ken哥是我沒辦法做Motor 就我已經搖一搖就搖到 你知道嗎 真的 真的嗎 然後跟他交往的都不知道 為什麼被甩 OK 不是… 這 不是 妳是說哪一個 哪一個 好想知道誰 每次都不太一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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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問張艾亞好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因為以前我都一直被笑成是馬 其實我一直 就我記得的幾件事情 其中一個是被化成赤兔馬 就你們一直叫我赤兔馬 把我整個臉塗成紅色的 然後叫我赤兔馬 然後我還要笑得很開心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其實回去有沒有難過 其實後面習慣了 一開始很難過 習慣了 後面一開始很難過 而且陶智姐平常都沒有笑我 都是很平安 都會安慰我 可是有一次妳給我一槍 就是因為我上去我們是講 好像網友還有家人對妳的一些感覺 然後我們就要抱怨說 家人怎麼講妳 然後陶智姐說我勸妳 我以為是兩個笑超久的 對…然後對 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們三個組成 絞盡腦汁想出跟馬有關的嗎 對… 而且我指教你們還有戶過什麼 因為最前面是一直擺馬 然後你們就說那是你們自拍照 對 就是很過分 所以我後來就去擺牙齒 都是為了妳好 都是希望能夠 對啊 讓妳 可是我後來就弄好了 現在沒有人笑我像馬的 其實也還滿歡迎 現在這個有這種蜜桃色 粉紅色的感覺 有點像羅迪有沒有 假的 羅迪也是馬 羅迪是馬 很愛把你 很愛的美女 我已經賞掉了啦 好啦 沒有 這也是一個班級的氣氛 對啊 對不對 大家彼此感情好才能開中 而且我一直就是覺得 桃子姐真的對我們很好 然後我心上深刻就是 妳每次買新鞋 進來都會跟我跟夏和熙分享 妳看我的新鞋這樣 對 有啦 後來就是我們 為什麼 老師 沒有 憂憂的 男生都很懷念的 對 妳是馬蹄鐵 然後小博妳那寫誰啊 跟大元 跟大元 有一次在比那個誰肚毛比較長 對 誰比較長 因為有一次在後台就是 現在也要看 沒有 我在後台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我有肚毛是不是不正常 就是以女生來講 然後大元就說我也有 後來我們兩個就脫掉 然後比誰的肚毛長 結果我們延伸到肚臍上面也有 怎麼講 大元 有這回事 我決賽星球 出乾淨了吧 我根本不記得 這段耶 大元現在不能講這段 講得太好 因為妳有 妳也不能講對不對 對 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腿毛 我的手毛 還被衣服穿那麼高 好 好 不可以啦 真的假的 真的要瘋掉 好 我們現在開始講到 那個大元室都要用女神了 好 小博妳來講 不得了 女神晚長 沒關係 我的女生 沒有 有一次真的是嚇到你知道 第一次出門然後想說 就是 他說我不舒服 可不可以前面藥局停一下 然後騎摩托車 然後想說那應該 我說妳頭痛還是胃痛 他說都不是 那妳等我一下 然後說走…走去藥局 出來就拿一堆晚長 一堆 一堆 然後想說這是什麼 妳要給家人說 這我自己要用的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裝沒事 然後一路上想說 晚長… 所以這個女生一定是 心正妹十足 對不對 就是Momo 謝謝大家… 你們記得嗎 這是第一屆心正妹的時候 就是我們幾個 我 大人 妳是心正妹 算了啦 嫖蟲的手藥 那時候找不到 沒有 真的 然後我還記得 我們那時候一起練舞 練得超辛苦 因為只練了兩天 然後就要出來跳舞 郵局代言人 對 郵局心正妹 對 所以就知道大家其實 綠色的 滿有佛心的 對不對 依依 我們那時候有幾個人 一起組了這個團體 一開始叫做No Wonder Girls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後面改名叫做 我們還有回來表演 然後桃姐還說你們幹嘛對嘴 其實我們唱現場 我們還有接到 真的喔 然後小優一出現的時候 桃姐說 女鬼耶 女鬼 然後她唱 不是 妳茵茵那時候 被叫俊俊 我忘記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卸妝 對 千萬不要把照片拿出來 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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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既然茵茵提醒我們有資料畫面 我們當然要給觀眾們看看 當時茵茵變身俊俊的經典畫面 來 來 請公開妳卸妝的樣貌 給我們大家喬一喬 Goon 健… 我突然抓 gien 而且那時候我還沒有… 還沒有做牙齦就是雷射手術 所以那時候就是 牙齒跟就是卸妝之後 就整個看起來不一樣 那時候一來到時候 Kan哥就笑我 她說牙齦美美… 你們會和我們既然的 然後她還都拿 那是我 爸也還唱過一首Rap裡面 還說 對啊 那就是他的問題 我 什麼… 好 但是妳講 好… 有… 一直笑人家牙齦 等一下… 但我要問妳 音音 但妳真的有弄嗎 我真的有弄嗎 因為現在還是明顯 完了… 我好懷念喔 開玩笑的 妳現在很美 妳是居城市女王 我知道 對 妳講不好 對 妳講不好 好壞喔 還有雲哩骷髏 對不對 對 對嘛 如果真的要 我們要來好好的回顧一下了 對不對 這些非常精采的畫面 剛剛既然講到說 這個節目上的表現 我們講的是表現 不講私下的那些晚常故事 節目上的 讓妳難以忘懷的有沒有 難以忘懷的 有沒有什麼事情 好 蕭蕾你暴哭 其實就是有一集是乃哥來 那一集是我提的問題 是說我可以抱他一下嗎 因為那時候家裡的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關係 結果我一抱之後 眼淚暴哭 就是整個一直噴淚 然後弄濕乃哥的西裝 我覺得超抱歉 對不對 濕乃哥 乃哥有沒有想 怎麼來上一個節目 衣服會濕 是 是 是 對不對 大元妳有做過這件事 對啊 我現在想了想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一個要投票 投票宿舍 然後什麼衛生習慣最差的 然後那時候可能比賽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女的 然後大家就為了想要看我 就投我 我覺得很恐怖 我現在想想 怎麼樣 大爺你說 沒有 我覺得如果 現在他宣傳一定想立刻 把他抓下來 然後就 不想錄了 要太恐怖了 究竟大元做過什麼事情 會讓現在的宣傳想抓狂呢 老班底回顧過往 尷尬情形比比皆是 那時候我們是玩一個遊戲 然後我見識Ken哥抱我 然後我就摔出去 從此之後 不管出去任何運動 任何舞蹈 我一定會摔倒 為什麼呢Ken哥 為什麼 不是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你們不能因為得不到 我就要把我毀掉了 沒有 來了 大學生了沒 然後那時候可能比賽的時候 就我一個女的 然後大家就為了想要看我絲襪套頭 然後就投我 我覺得很恐怖 我現在想想想 怎麼樣 大爺你說 沒有 我覺得如果 現在他宣傳一定想立刻把他抓下來 然後就這樣 不想錄了 要太恐怖了 回顧這件事情太恐怖了 對 獨龍潭 然後小優那次也很像 這個 因為我其實以前從來沒有模仿過 然後就是因為在大學生 然後就模仿歐陽飛飛 妳那個像是因為我有我的TOKYO 是不是在同學 所以才會像好不好 妳以為如果妳一個人會像嗎 超古秀的 TOKYO第一格 很像… 一一跌倒王 那時候我們去玩一個遊戲 然後我記得是Ken哥抱我 對不對 你記得對不對 然後我就摔出去 從此之後不管我出去 任何運動 任何舞蹈 我一定會摔倒 我們都摔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都不知道嗎 你都不知道後來 為什麼會一直跌倒 為什麼呢Ken哥 不是 不是 你們不能因為得不到 我就要把我毀掉了 沒有… 沒有 他媽媽 怎麼這樣做 你又來了 我沒有牙 我沒有鞍喔 沒有喔 沒有心 沒有 好 OK 好 你可以走了 不要… 沒有 有兩件事是不是 對啊 第一個是那人緣單緣的時候 我想說有時候是做節目效果 我以為跟大家都很好 結果唐志姐就Cue了一起 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覺得跟某很好嗎 結果大家亂擦 我那時候超難過的 每個都亂擦 我竟然坐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默默流淚落露 我也在… 效果啦 效果 效果 真的嗎 真的啊 好的 今天怎麼會來 對不對 真的啊 我講真的嘛 對啊 是喜歡你 現在一個人坐一個位置 你看前面 對啊 那邊擠 我可以擠嗎… 那一擠大概都賺了啦 好 好啦 關於這個比賽節目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回顧比賽 好 來 現在就來回顧 來到節目中的20位 畢業生的精采片段吧 首先就是袁老吉的 見嘴班長夏合熙喔 到底他的嘴有多毒呢 你有看過娛樂新聞嗎 小時候 有沒有哪一個印象最深刻的造型 我記得你有一次把那個鋁脖紙 還是什麼就穿在身上 我在想說 戒雜貌 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樣 嗆別人的時候 就是會很幽默 就像 對啊 壯得更恐怖 大家會覺得 很像女巴士 我覺得她是不是有點 泰國一般女性不會畫這樣 只有人妖會畫成這樣 看來不只是來賓 就連主持人她也是不放過 最驚人的是 她還是大學生的Diss始祖 男的吵 女的吵 大家都說你們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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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達特地做一首Rap 回來Diss學弟妹 見嘴班長的稱號當之無愧 拿花花則是本班的 魔方搞笑高手 這好累喔 好累 好累喔 好累喔 我常想你的 不僅如此 她還是第一代的大學生舞王喔 要說到大學生第一位花美男 就不得不提到陶立揚 帥氣的外表 精湛的情意 可是連星光選手林依蓉 都對她青睞有加 請Annie好好考慮 你會選擇跟誰交往 同樣是元老級的學生Lolita 可說是節目中待最久的學生喔 製作單位給她的福利 也可說是最多的 如果我要選的話 我會選 Lolita Lolita 你必要求要抱一下 好 抱一下 可以嗎 OK,來,抱一下 太高了 5、4、3、2 Action Lolita Lolita 加戲自己 你抱什麼 不只是跟周愚銘有親密互動 就連韓欣、普敏正也逃不出她的手掌 好了啦 好了啦 來 你要說我才不會開心呢 超開心的耶 我覺得 Lolita畢業後的姻緣 製作單位幫不上忙 之後就靠你自己努力啦 而接下來的謀 不管是在外形或是內在 都是負責不扣的難醜啦 漂亮啦 好棒 好棒 謝謝 再見 既然提到難醜 就不能不說到女醜啦 大學生第一代女醜代表小優 可說是當之無愧 光是她的臭頭可就相當有梗 我最適合代言蟑螂藥 蟑螂藥廠商門 我電話打在這邊 我知道了 是不是蟑螂都從頭髮跑出來的 好笑喔 好笑喔 而節目中她也常常伴仇搞笑 好笑喔 而她和花花也是大學生第一對的螢幕情侶喔 我超喜歡小優 告白 你搞清楚我跟你說 花哥 花哥 花哥要順便講話 好不好意思 螢幕情侶而已 沒有 因為花花一直沒有被Cue到 只要把我麥克風騎 另一位女醜夜叉女王Momo 雖然外型亮眼 但是她第一次上的單元竟然是 講笑話 有一個警察剛好走過來 他就說 小妹妹 小妹妹 你怎麼了怎麼了 還好嗎 然後他就這樣 警察背背 然後警察就把他背起來 但怎麼說Momo都是正妹一枚 她甚至入選過新正妹喔 Momo有滿滿的朝氣嗎 這張照片 有讓我覺得是 大學生初代 宅男女神大元 雖然有女神的外表 但是表演起來 也是不計形象的喔 她才來家了啦 開始走音了 另外大元也參加過 新正妹單元 當時她們還排練過一支舞蹈喔 天神 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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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 Momo 看看大元和Momo跳的感覺 是不是就清楚知道 女神和夜叉的分別呢 那 同樣出自新正妹單元的立文 當時的她 是不是比現在肉感很多呢 在節目中被CUE表演啦啦隊的立文 表現可說是爆炸性的驚人 而死要面子的她 竟然提出要血齒的要求 另外在節目中有幸與偶像孫燕姿合唱的她 也意外的有效果 我說我走了 會不會太快 未來第一眼要轉開 太輕了 不管是跳舞 唱歌表現都令人傻眼 立文可說是少數 不用製作單位出手 就可以自我毀滅的正妹喔 接下來的小波 就是因為熱愛美白的關係 而來到節目中 但她不管遇到任何事 表情都只有 小波尷尬 小波一直在演尷尬 小波尷尬什麼啊 小波尷尬什麼啊 你要不要乾脆直接 就是卸眼妝 男生應該會被 拆下來的睫毛嚇到吧 貓把睫毛 還好 還好笨的人家 沒錯 就是一號的尷尬表情 不管是內衣趴 卸妝等無一例外 依人敢說敢秀的個性 奠定她嗆辣女大聲的地位喔 我小學就曾經在我的聯絡簿上寫說 我將來的志願是 我要嫁給那個 非常有錢的老頭 然後等他死了之後 繼承他的遺產 覺得誰紅得莫名其妙嗎 她走一走路 然後就露個乳暈就紅了 那這樣我也會啊 那露一下 而且她也是初代的舞蹈女大聲代表喔 而且要表演什麼 而且要表演什麼 等一下 今天大家都要拖就對了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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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娜娜 5 5 5 大學生人才輩出 夏語心和音音加入後 更是把女大聲舞蹈 推入了另一個境界 她真的都壞耶 她還沒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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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到妙語如珠 就不得不提到小新囉 首次上節目就令人驚豔 為了讓你感受到我的熱情 就是冬天就是送 送熱奶茶 熱咖啡 對後來我們奶茶賣得滿好 也算是我們現在 在銷售大宗 對 我覺得年紀大就是力量比較夠 有時候一個眼神 你看到她就知道要翻面了 對 妳是鮮魚 我滿18歲那一天 然後我阿嬤就很神秘的跟我講說 阿嬤帶妳去一個地方 我就覺得阿嬤妳這麼開放 我就趕快去洗澡 想說阿嬤帶去很神秘的地方 這樣子 沒禮貌 阿嬤沒有在外面等 小新你是隨身攜帶字典在身上嗎 到底哪裡來這麼多詞櫃 對阿 張艾亞出登場就是拜金女主題 當時她的行頭 可是連納豆都被嚇壞了 但是經歷這件事之後 大家對她的印象就只剩 等一下就跟我舅舅他們吃飯 然後我舅舅他們就說 因為他看到我去別的節目的打扮 然後我就說 沒有 那是大家都穿一樣的 他說你穿這樣子 就是讓我很丟臉 會讓我不想承認你是 我是你舅舅 這個棒 我是覺得我很不會對鏡頭放電 我知道有一個產品 什麼… 馬的洗髮精 有沒有 最近有流行 但是艾亞節目上的努力 依舊是有目共睹的 超省大學生影節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客輸的口頭禪 要人不記得她也難啊 你已經是選手級的人了 其實球拍很重要 球拍很重要 可是進入到一個領域之後 就更重要的是 技術 就是神的領域 神的領域 你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夢想就是當一個 獨當裡面的工程師 我要獨當裡面 也要進入神的領域 也要進入神的領域 加油… 加油… 玩樂就是打球嘛 對 神的領域 神的領域 等一下 這是你要出個專輯嗎 還是什麼 對 一直… 我覺得也很像那種 online的那種遊戲 有沒有 神的領域的感覺 第一次上節目就說了三次神之領域 可是令大家印象深刻喔 大亨剛在節目亮相 就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大學生形象 但他說出他的夢想後 對他就有別的看法囉 本身肢體不協調的他 更是抓準機會 向舞蹈強團街頭酷學習舞蹈 之後更在節目上首次 展現他的苦練成果 大亨與花花帶來的 酷龍族曲 平時開朗的少年 與家人有著難以橫跨的代溝 但乃至尊利林節目後 壓抑許久的少年 終於找到抒發的管道 我希望是可以 乃哥可以當我練習對象 因為我從來沒有抱過我爸爸 也沒有跟他說過我愛你 乃哥已經要哭了 好好喔 好可愛喔 你不要哭 抱太久了喔 真的就是很感動 因為我沒有跟我爸爸抱過 我其實一直也很想表達這樣的感覺 只是都沒有那個機會 老派大學生小光 跟直銷團辯論戰的一集中 一戰成名 可是面對正妹 可就沒有這麼精明囉 然後對玲玲唱一首歌 一直想寫一首love song 你給我一首love song 好帥喔 我覺得很好聽喔 因為他好誠懇喔 他戴眼睛很變態 非常誠懇 有著碎話達人稱號的小胖 他的症狀到底有多嚴重呢 保齡球館 然後都有那種打電動的地方 然後我們小時候都會去打電動 然後會去打 95969798格露天王 然後都會排隊 然後一個拿10塊錢 然後排隊然後一個要對打 然後就是贏得最久大概 我看過最厲害贏過70幾道 短短13秒的故事 竟然說了七個然後 要人不記得他也難啊 然後小胖的另一個特色就是誠實啦 當照片給大家有浪漫的感覺嗎 小胖你幹嘛趴下 沒有 因為我想說 我是覺得 就是我 什麼事啊 是你拍的 是你拍的 你拍的 你記什麼事啊 你記什麼事啊 因為我在 我在想切根擦 怎麼辦啊 小胖 雖然人家不是你的菜 但是也不要這麼老實嘛 看完20位畢業生的影片後 過去的美好回憶 是不是又回來了呢 美好的過去 真的 大家覺得自己以前跟現在 有什麼不一樣 來 看完這精采的VCR後 同學們會覺得自己跟以前 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學生班底感情好 主持人和同學都喜歡 互相吐槽 浪漫下來錄影片 看到我他會說 小帥哥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是講真心話嗎 結果真的是根本就鬼扯啊 沒有 哪有 我那個時候跟你講 就是看好你 我就知道說 你跟 以前大概禮拜一禮拜二就 然後就開始講說 準備什麼道具之類的 用心想說 你知道我們長得不突出 沒大人那麼帥 然後大人蠻好醜八怪 所以我想在 大學生了沒 好 幾乎每一個 看到自己的過去 都會稍微 很不好意思 對啊 好 年輕耶 其實在剛剛那個片段之後 就是後來我回家 就有去修復我家裡的關係 給我爸媽一個擁抱 然後到現在就是每一次我們 沒有…不會一起看 奇怪的東西 會…就是我現在都會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擁抱 然後就維持非常好的關係 好酷喔 對 我們好有正面能量 對 謝謝乃哥 真的謝謝乃哥 好 然後小優說以前是鬼 現在不是嗎 現在是鬼 依如為誰 終身為鬼 不是 我剛剛看那個片段 真的覺得很可怕 我那個頭髮 然後再加上那個表演 以前他也很可怕 有啦 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現在就是人鬼 誰跟你說的 人鬼書土鬼的朋友 有差啦 等一下 剛剛大爺還講他 大爺你剛剛看好你自己那個 對啊 你講得怎麼樣 你差好多喔 那時候的阿飛 我第一次來錄影 Kan哥看到我 他就說小帥哥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是講真心話嗎 結果真的是根本就鬼扯 沒有 哪有 我那個時候跟你講就是看好你 我就知道說你跟陳文立有關係 又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差好多 差很多… 變很多 變得好成熟 你看連小波現在也好成熟 有嗎 我真的差 還是保留他的肝大 對 但是差最多應該納豆哥吧 對啊 他還小瘦 他的髮型什麼 我都放生的 天啊 包袱 然後連大亨都沒包袱了 大亨 大亨 酷了 好酷了 其實我就是很不想要跳這個東西 為什麼 這東西會跟你一輩子 你有一些還有跟啾啾跳 你自己的 我最後有可能 你下次打牌可以跳一段 可是真的是 我每次就卡著 然後或是很久 很久的時候朋友之間 偶爾就會放上來一次 每次都覺得壓力好大 今天來錄影之前會覺得說 很怕被 就是 就放這個東西 被Cue這一段 再跳一次… 但大亨那時候就可以看出 他青春偶像的潛力了 可是我就覺得 我現在怎麼會是唱跳團體 我那時候跳得好… 好醜喔 不會啦 很可憐 這比MOMO好多了 這OK啦 好醜 他說跳歐陽菲菲了 好醜喔 大亨妳要說什麼 我覺得大亨那時候真的超紅 太多人要她的電話 好可愛喔 對 沒辦法給 因為太多人太好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的舞蹈影片 在YouTuber上面就是 有幾萬人這樣 然後旁邊就是 下面就是大緣的影片 然後下面就有那個粉絲留言說 他說你看看那個 十幾年的舞蹈底子不如那個 因為他那天是大都這樣 不如他的身材這樣 那時候他人氣超旺 真的 恭喜 現在也是 我要問大家 就是說各位當時是如何準備 每一次的錄影呢 有準備嗎 有 還是這集只要問小新就好了 小新準備狂 我個人沒有問小新 對啊 小新你回答… 第一次 我記得第一次來錄影的時候 整個後台我都不認識 比如一進來都是大爺 然後蘿莉塔那種前輩們 然後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趕快準備 大爺有欺負你嗎 有 有 大爺有欺負我 大爺沒欺負誰 沒有欺負我 大爺就是他剛才說 他說之前有一次 我們大家一起去吃火鍋 然後大爺做一桌 然後小新拿的東西要做下去 大爺就說你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好棒喔 好棒喔 沒有 好棒喔 其實我們大學生錄影去吃飯 那時候不知道拿的肉片 就回到大爺附近就坐下來 你才死胖子去坐那邊 好棒喔 好棒喔 沒有喔 主桌喔 自己還會走來走去就是活胖子 什麼 對 好 你的準備功課是腳本滿滿的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記得第一次來 然後上面是貼貼紙 然後那時候就許個願望說 能不能有個機會是留在之後是 變成固定的那個牌子 然後想說那我要每天努力這樣寫 超認真的 很有企圖心也很有準備 超認真的 錄影前天都沒有在睡覺 然後就是會準備一些譬如說咖啡 然後綠茶跟B群 然後跟自己來稿 像我昨天也跟希希也一直 自己跟自己來稿 對啊 但他其實在一起久不一定 像他可能聽習慣了 其實有一些很好笑他就說 還好 這個還要換一個 就沒有了 對啊 他還要做 真的 要謝謝你也小心 確實他常常神來一筆 對… 對不對 但另外一派的我覺得也要謝謝他們 因為很多的節目都是他們扛起來 比如說像剛剛看茵茵 小優花花 還有某 對不對 某 你要準備好多道具跟才藝 對啊 我大概以前大概一禮拜 然後就開始想說要準備什麼道具之類的 用心 想說 你知道我們長得不突出 沒戴那麼帥 然後戴場罵我醜八怪 所以我只能 他有押韻的 我只能靠道具取勝 所以我有帶一些來 當時的道具 整箱都留著 你念舊都留著 假的 假的 哇 想不到某連當年的自備道具都整箱在到現場了 究竟會出現哪些令人懷念的道具呢 今天這群第一代大學生的出現 就像時光倒轉般的將我們拉回了好幾年前 看著他們活潑開朗的樣子 又不禁想起他們當年是如此努力表演 並且陪伴我們度過無數個夜晚 在下一集中 是個好幾年又重回攝影棚的同學們 將要來爆料出當初錄影從沒說過的內心話 會出現哪些驚人內容 又或是爆料八卦呢 明天同一時間 請鎖定大學生了沒喔